为什么企业的发展 感觉您的表达就感觉像宗教一样了 变成为什么它那么 就是这个企业的理动生要超过 就完全可以覆盖掉个人的理动生 就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呢 你知道多少天我去华兴吗 就你们华兴的年轻人吗 他们很可爱 他们就说他那时候跟我们差不多大时候 怎么就做出这些决定的呢 包括各种选择 阶段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 现在和我在20年前30年前的做法 肯定是不一样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 年轻最大的本钱最大的好处 你能够失败 你不要怕失败 一个事最忌讳的就是说 你犹豫不决 这点你是什么时候比较明确的意识到的 这个是在我50岁的时候 自己经历了这个阶段 但是之前为什么做这个事 这样做呢 没办法 我39岁当董事长 所有事情到我这里就到头了 对就很孤立 其实一个人 对啊 你就必须要做决定 第一个 96年 96年我刚刚当这个提秀集团的董事长 我们采电的合作伙伴突然意外去世 我第一想就我要把他的那个工厂资产买下来 突然有一个我的竞争对手出来和我那个合作伙伴的太太 一双 他说我出去更高的价钱和你买 他说你如果出的价钱和他一样 我还是卖给你的 我想我出的价钱一样 对方一定会在家讲 因为对方比我有钱 所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后来三穷水静的时候 香港的陆氏集团有一个电视机工厂经营的不太好 他想卖掉 我说陆老板你相信我 这个资产这个价格没问题 但是你就别麦克服 咱们捡一个合资公司 我有信心 三五年之后 这个五个亿的公司变成五十亿 他做了一轮思考核调研之后 李东升行 就这个方案 相信我就破解了当时那个威举 让企业上升一个台积 也让我自己增加了这个信心 四十年 因为去年是四十周年了 什么感觉 其实我第一次觉得企业那么长时间了 我已经是六十多了 是吧 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了一批企业 到今天依然保持竞争力 可以说是凤毛灵桥 表演一下自己 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最重要的特性是什么 企业发展一定是要适应变化 适应 另外一个就是说决心 你愿意承担风险的决心 你是是不是有点渴望风险 我真的不是渴望风险 而是说没有任何一个企业的商业决定 是没风险 你看那个2020年 当时疫情影响 整个经济有很明显的下行压力 而且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对 安全为止 但是那一年我的工作报告明确提出 上坡加油追赶超越 是吧 我写这个报告第一次上来 大家觉得现在不是要守 是吧 要守 是吧 不是加油的时候 是吧 觉得李先生痴人说梦 对啊 我说不对 是吧 企业永远是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你现在不去改变 不去折腾 两三年以后你就完蛋了 现在这个情况你是守不住的 大环境是肯定不好的 但是在整个行业重新洗牌 全球经济格局重构的这个环境下 是挑战 也是机遇 我们从一千亿多一点 爬到现在 去年是两千五百亿 这个发展 很惊人的 在中国企业发展当中真的是很惊人 很惊人的 对自己的能力产生现在自信了吧 对 你想我们企业做了三十年 才到五百亿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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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想起来了 是这种感觉 整个格局还没有变 你看我印象特事当时 有个特别大的地球仪 现在比大的没了 变成小的 我当时你在这儿 我记得我们的摄像地车 你说让它被你摁着在这儿 拍一张照片是吧 对了 一晃都很长时间了 那个时候挺有意思的 第一次在海外办工厂 我隔三差五就要去越南 就是越南的雨季 打了也很多 到时候电视机的设计 那个天线一定要有防雷的 另外音量一定要大 因为消费者买了一台电视机 他恨不得 大家都知道 全村都知道 跟咱们改革模式一样的 他的声音一定要很响 那个时候也是挺不容易的 艰难的打了18个月 然后算是最后做到不亏损了 所以当时采访我那篇文章 就是向着一个大地球 你说你们到底未来的话 全球化是怎么想的 当时就想着快速的走向全球 我们就有一个跨国并购 当然那个并购差点就把我们给打没了 而且我后面我都忘了 还写我这一句话 我说李东升的历程中 一个现象一再重向 在每一次大的成功之后 就一次大的危机悄然而至 然后03年是写的 2001年中国加入WTO 其实那一时刻我就看得很清楚 就是一个全球竞争 很快会发生 中国企业必须要全球化 2004年的冰购汤姆逊 因为他拥有最多的彩电专利 我一下就在欧洲和美国最大的两个市场 我就马上就就有很大的份额了 当时做并购决定的时候 我们自己信心 这个信心满满 满满 知识太高了 对 但是做这个项目的是我的助理 严永 北大本科美国斯坦福博士毕业的 把所有事情谈下来 到最后拍板决定的时候 他给我的意见 他是不赞成做这个事 有一点他说 我们是没有能力去管汤姆逊那个系统 他很清晰的意识到 他是很清晰的把这个意见表达给我 但我们团队的其他的人 可能在我的影响下是想做的 当时确实有一个老大情节 做了之后 我们就可能是世界第一 这个吸引力是很大 虚荣是吧 对 中国在一个主流产品里面 全球第一 全球第一 不一样 那可是问梦寐以求的事 是吧 所以在这种想法的影响下 对风险的因素就选择性的忽略了 所以你当然属于自杀性成长 自杀性成长 我不同意 叫做不计代价 谈判是在2003年展开的 到2003年12月 汤姆逊的最新一版的经营预测出来了 这个结果和我们之前谈判的条件是有很大的偏差的 所以当时我也做了决定 说这个事咱们就先停下来 搁置一下 搁置重新谈判这个框架 当我去那边就很着急 立马派人过来 和我说 你们提条件 例如你还是按照计划到巴黎 谈了成我们就签 谈不成我们可以不签 实际上我后来回想 以当时我的心态 去了巴黎 如果没谈成没有签 我自己都过不了 自己那一关 自己都不过这一关 就签约的前一天晚上 我们和中国代表团说 今天晚上才能决定 但活动已经排到第二天的下午了 汤姆逊抓住了我们这一个的 历史虚荣心 抓住了我这个弱点 然后签约的时候 我们的总理拉法兰 就站在我们双方的后面 而且在总统府 法国总统给我 办了一个荣誉军团宣章 虚荣的感受持续了多久 大半年 你想新闻联播头条上去了 跟人拿到了 Fourch雀集的亚洲商业领袖 股票大涨 联度经济人物 联度的创新人物 所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这些感觉特别飘 飘多开心 然后怎么突然就觉得 在云里面 一下掉下来的感觉 业绩 汤姆逊 他的专利是在 写相馆 在我们并购后的 很快就发生一个 产业的转型 LCD 大量的取代CRT 说并购的时候 有优势的因素 完全没有作用 TCO经营 之前是没亏损过的 05年 第一年亏损 第一年亏损 银行就收贷 所以见到银行就 自己像孙子一样 那也是你等于是 创业那么多年 最难的时候 最难的时候 那一年虽然是 自己当孙子 去每个银行去败 但最终来讲 那一年的收信额度 给我大幅的收减 有些银行甚至收到零 就是你全部要还 那个时候 我们扛下来真不容易 当时如果不是卖掉 TCO国际电工 那年就过不去了 那你个人心里 是怎么应对的事情 比如04年 是这么多荣誉用来 然后05年就说 你要装孙子 然后被各种人训 包括同事 也会有各种感受 你怎么应对这件事情 但是瘦了20多斤 15公斤 你想 整个人都不成样子了 而且精神状态 是非常差 紧绷 就很紧绷 内部的 外部的 全完了 特别印象深 就当年 有一套电影 叫做泰坎泰坎尼克 他的船长 就跟着那个船下去的 我当时就是这种形态 我说我是船长 TCO这艘船真的要沉 我就跟着它沉下去 所以我不可能有放弃 我没有想说 我怎么上救生艇 最痛苦的时候 就是对自己 实际已经没有信心了 但是还在外面的撑着 我是有信心的 我是能够搞定的 我和魏雪是2005年11月结婚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幸好他在那儿 对他有人建议嫁给我 是这么一回 对 在这个时候还有人愿意嫁给我 所以我很感谢 这个魏雪 你这个恩情还不掉了 是不是 这个恩情是我等要一用一辈子就 嗯 有难的 是不是小时候就很经常在那儿玩啊 对 这么一看真是有江南的风味这一代的 对 当年苏东波寨的时候 他就按照西湖的这个名字给取 嗯 这个是苏迪 哦 这是苏迪 嗯 在西湖的两边走不太方便 传说 他就修了一条苏迪 惠州人会对苏东坡一种很强的感受吗 因为他扁到这个地方来 历史上惠州出的名门不多 嗯 日诞荔枝三百科 不思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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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了几首诗 给惠州增加了很大的知名度 苏东坡总体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你看他一生啊 大部分时间都不是那么如意的 都不顺 隔三差五的就被贬一次 嗯 但是他每到一个地方 他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事 嗯 真是 你现在回忆姐 大家回忆喜欢苏东坡 其实挺喜欢他的挫败的 他在遇到的每次挫败 他在里面还找到人生的新的乐趣 对的 都要做一些事 嗯 我记得当时也有告状性 当时我年轻当 不要年轻就当那个总经理 嗯 告你什么状啊 五八八门怎么都有 嗯 是吧 这个不爽就给你告状 嗯 那一年我记得就来了三拨人调查啊 就就说123123这个你到底这个事 有人说你这样子 我说没有啊 没有就查是吧 最后这个事都过了啊 所以为什么我特别喜欢郑国藩的 郑国藩的品质一个智慧 嗯 跌个尖着 那回到就是我们怎么面对一个看起来好像无法克服的一种障碍或者挑战呢 比如你说曾国藩 曾国藩比如说之前啊第一步步评判太平天国都都都成功了 他到来1870年天津交案的时候 我觉得他处理不了了 我觉得他已经心力交瘁了 而且我觉得他也多少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的变化 我已经无力应对了 嗯 就人在面对这种情况下 好像看起来无法克服的困难 就您个人的方法是什么呢 呃 你看不到出路 你要给自己的一个呃 心理暗示说 这个出路是一定能找到的 只是我现在没找到 嗯 那我得咬牙坚持住 你没有坚持住死掉了也就没了 你咬牙坚持住 可能 很有机会 嗯 是吧 你刚刚讲天津交案 嗯 他确实面临压力很大 嗯 对 骂死了 但曾国藩知道他只能这样说 当时他很痛苦 嗯 嗯 我看他日记里经常不是写 无日夜忘死 等天等着死 我赶紧死了 就解脱了 是吧 对 对 对 但是他反而没有自杀 嗯 也没有提出辞职 他觉得我在这个位置上 我只能自己扛这些事 啊 就比如说对您来说怎么去应对这种超出我们控制的东西 因为很多人是努力没有用的 就是包括铁家就每个人都面对一个突然不可控的力量 你是怎么 像您个人怎么面对这种 首先要想说啊 为什么你自己觉得这个事情你不爽 这个东西你觉得这个不可控 嗯 嗯 我自己有什么东西没想明白 嗯 所以刚刚我跟你说 我读了很多书 读这个资本论 以前我觉得就做企业家没有必要去读这些书 这两年我读了好多好多 我自己要理解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怎么去客观的去判断选择应对 作为一个企业家 你才能够带领企业走得更好 这那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怎么说呢 觉得就是中国企业家面对着很多就是复杂的多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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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 他他需要平衡的东西太多了 这一点是中国企业家过在过去这个有名企业 这个开始 这个30多年 就是老问题是吧 这个问题就一直是存在的 嗯 但是我们自己要选择这个一个始终正正确的一个方向啊 这样才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嗯 只能是往这个方向去想 这个次方式你觉得是什么时候开始比较 就是这过去这几年 嗯 啊 因为过去这几年 发生的一些事 就让我感觉我原来那套思维逻辑 总统了 理解不了 嗯 你也不了 要重新的来这个梳理 嗯 我们始终只是社会的一个分子 只能适应 要靠我们嗯 现在的人去不断把它更完善 啊 作为企业家 我们更多在经济领域里面把事情做好就行 要自己有一个基于自己内心的 而且符合实际的客观判断 嗯 你一定要有更多的积极的思维 更多的要从积极的层面去找到它的意义 这是作为企业家的责任 而不是你作为个人李东生 你个人的个体 作为个体的李东生和作为企业 李东生之间的 是不一样的 有很大的紧张感吗 是不一样的 没有紧张感 因为呢 作为TCO董事长的李东生 你就必须要放弃 作为李东生这个个体的 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 这也不太可能啊 他会时不时冒出来吧 实际上冒出来 再把打回去 具体来说TCO13万人 我们早就不是一个个体 我自己是对企业是要承担责任 今天我最大的压力 或者经常要给自己警醒的 TCO到今天这个规模 在我这里是不能有失败的 到今天为止 在这一个时点上 是吧 TCO还是离不开李东生 但你迟到要离开的 但李东生 离开TCO没有价值 确实是这样 没有价值 那对你现在李东生来讲 是现在李东生依赖TCL多 还是TCL依赖 现在李东生多呢 这个分不清楚 没有 所以你们相互绑架了 相互是绑架在一起的 但未来 我是一定要把TCO的事业交出去 我已经过了恶顺之年了 恶顺之年了 企业在发展 面对这种全球化的竞争 我们企业一定是要有新的观念 有新的领导人 这一点是我看得很清楚 像您进行自我否定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这个倒没有太大的压力 我自己的起步 也是从一个农场的知青考上大学 从惠州一个小企业的技术员起步的 没有什么是不能失去的 我唯一不能失去的就是企业的成功 为什么企业的发展 感觉您的表达 就感觉像宗教一样了 变成为什么它那么 就是这个企业的理动生要超过 就完全可以覆盖掉个人的理动生 就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呢 这个是83年 83年 正好40年 对 当时建工厂的时候 我是担任车间主任 这个是磁带涂那个磁城的 当时算是高 涂磁城是吧 对 铺带车间 这是洞口就整个车间 当时我记得7点半就上班了 但是我骑这个自行车 骑过来 对 当时有这些磁带好像是当时年轻人最时髦的一个东西是吧 就是听那个叫做手提的对学式收录机 对手提的 对学式收录机 一百块钱 那是很多 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我就想要买电视机 要买冰箱 要买洗衣机 当时改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想着穷胖了 还是可以想象出当年的感受的还是 对 这个当年也是一个车间是吧 这个车间是做录像磁带的 录像磁带 录像机的时候 所以当时各个大小县城里面录像厅里面的打打杀杀的那种港片 都是你们做的是不是 对啊 当时录音带录像带 是那个时代的高科技 对对 好多过去的印象浮现出来了 对 现在看来就是像一个春半工厂 是吧 当年的真的是汇阳地区的高科技起 我在想你说你刚才那个车间想我去看你们新的工厂 那机械壁 完全是不同的世界吗 对完全不一样 当时那个车间都是十七八岁的那些刚刚毕业的小伙子 有几个是技工学校的 大部分就是普通中学出来的 是吧 我就手把手教他们 后来需要成立一个公司 我跑到香港去跑业务 大概半年多吧 然后我们建立电话机场 中国第一台无缘 免提电话 那是我主持开发出来的 这个产品很成功 但是我卖不出去 很挫败吧 那意思 对 那是学理工的 财务也不懂 经营也不懂 我干了九个月实在干不下去了 我自动辞职 最初意识到做企业的快乐那种满足感成就感是什么时候 最早当工厨师我也挺有成就感的 因为他们是季限公司 他的设备一有问题 我就马上把它整好 被需要 被解决问题 被需要 后来我工作不到两年 就当了车间主任 也很有成就感 后来当了这个总经理 虽然最后没做成 但是那一年呢 我才是26岁都不到 大学毕业还不到四年 很年轻 管着一百多号人 所以我想我也是挺幸运的 如果不是在广东 不是在惠州 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对 那个时代给了一个 迅速的扩张的这么一个时间 一个人 对 在下乡的时候 我就把一个条幅挂在上面说 大则兼济天下 平则独善其身 因为房子是好多人住在一起 所以我那个条幅呢 只能挂在我的温帐上 自己躺着 躺着 拔则兼济天下 平则独善其身 站在一起下乡的小伙伴 他们说 李东森是傻 想这个事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但是我就觉得 我不想这样 不想过 那个时候进去的话 就想的最多的 就是说 什么时候能够回程 其实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 但是还是有一个很强烈的这种意识 就是说我不能够每天就这样浪费掉了 现在的李东森碰到那个时候的李东森 你觉得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交流呢 这个问题真的没想过 我记得我们大学毕业前在学校 有一首歌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就是八十年代新一辈 这个八十年代新一辈就展 就展示在两千年的时候 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对于未来有一个憧憬 我们这个会怎么样 但你会羡慕那个李东森吧 我非常羡慕 那个时代的年轻的李东森 非常有激情 认为我只要努力是一定可能的 现在我做了四十年企业 再来回看 个人的能力始终是有限的 不要把自己想成是万能的